比特币这个新时代的产物可以让你一夜致富 也可以让你请家荡产 如今它的交易量最大集中的地区是在日本 主要理由是日本去年修法之后 如今可以从事比特币交易的店家增加到了三十几万处 因此从小家店到大房子的买卖 都可以用这种新时代的货币 但问题是你信任它吗 其实像比特币或这种所谓的加密货币 都是网络科技时代的新产物 有人算过各种不同形式已经超过了1500种的名目 其实货币本身从古以来就是有不同的名目 因此这些新货币名目听起来很新潮很革命 但其实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的历史背景 过去的货币到现在还能够生存的 都需要一个中央的管理系统 而到目前比特币等这些新货币所缺的 正是一个中央的管理条件 因此它可以瞬间的涨幅 也造成的吸引力 也造成它的危害 因此究竟比特币等这些加密货币 会是新时代的先锋吗 我们的记者特别到了东京街头 实际让你看看那边使用的情况 以及大家安不安心 既来攘往的人潮 竟然有趣的交通 摇摇V雷的吉野音 高耸入云的东京铁塔 和令人热血沸腾的乡谱比赛 四月的日本多样的人文景观让人着迷 童谣以人瞩目的是市中心一块巨型招牌 大大的广告招牌上面写着 比特币就处立在相当热闹的涉股区 虚拟货币在日本已经无所不在 除了招牌与电视广告 现在世界中的比特币 正确实是新的发明 任务街道上比特币的广告不齐 随风飘扬 清楚标示如同其他外币可自由聊同兑换 台湾游客常去的家电卖场 Big Camera率先响应 走进店内 天花板上勾挂可以使用比特币的布条 刻着英文字母B的硬币 比特币象征图案处处可见 但真有人用比特币结账吗 电源首先在结账专用的平板或手机上 开启比特币结账APP 输入商品的日元金额 经过消费者确认后 会自动换算成比特币金额 并出现QR Code 二维条码 消费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 从自己的比特币账户中扣款 就完成交易 不仅仅是小的消费 这里买房子也行 今年二月日本第一家用比特币交易的不动产仲介商 在东京开业 店名就和比特币有关 比特币在日本大行其道 全英卫金融厅去年四月修正金融法案 把比特币与其他加密货币列为合法支付工具 让可用比特币购物的店家 由4200家暴增到近30万家 来自台湾的王小姐多次到日本旅游 也喜欢用比特币消费 即使像这类小型的相铺火锅店 比特币买通 结账方式也都是店员拿出平板 输入金额双方确认之后 拿出手机一扫 交易成功 免手续费还可免除8%消费税 结果是各种各样的 但是也许是30岁左右的 意外比年龄重量的 中堅层多 你或许更敢压抑的是 全球的比特币交易高达六成都在日本 怎么交易 在哪交易 原来日本政府核准了16家交易所 我们有机会探访了其中一家 透过办公室外的玻璃窗 一排办公桌做了七八名交易员 紧盯电脑一幕 协助投资人撮合 但别看办公室简单普通 这家日本规模第三大的交易所 Bitpoint 每日平均交易量高达数十亿日元 也因为日本交易量最大 一月底曾爆发 另一家交易所被窃取 高达581日元的加密货币 冲击投资人信心 安全如何控管 就为年轻社长 有不同见解 而在他经营的交易所 不只有比特币 还有主要在银行间流通 且交易速度快的瑞波币 以及可用于群众募资 安全程度高的以太币 两年来除了在日本站稳脚步 还一举禁军南韩与香港 也在台湾设立据点 交易所目前流通最大的 依旧是比特币 只是它的暴涨暴跌 让投资人胆战心惊 价格在去年从1000美元 一路飙涨到2万美元后 今年又大幅跌到9千美元以下 究竟该如何投资 加密货币 要是新投资家 即刻买回来 即刻卖出 流动性的高通货 比特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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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愿景 除了投资支付 汇款转账 日本商家更期待能开发更多功能 使用的人会更多 一场东京加密货币之旅 看到的是比特币的流行与发展 在世界各国 包括台湾在内 都还未允许它合法交易前 日本市场的经验 或许可成为参考典范 毕竟科技发展与变化 早已超越法令的速度 新交易 新经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